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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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几个月好像很多影运园的朋友离开了我们 当然觉得很深邃 但是人生每个人都会走这一步的 只希望他们安息和一路走好 就像你刚才问我 我都曾经拍过金庸先生的《以天途龙记》里的周子 我也很感谢他写了一个这么好的小说 这么好的角色 还有我有幸演出这个角色 但是对于南杰英小姐 你自己有没有认识和她合作 南杰英我记忆中没有和她合作过 知道她这件事发生 都觉得很难过 还有我也希望小姐意义 希望她安息 还有希望大家都给她亲人一个安静 令她们好好地做完 处理她的后事 ! 殭似的 还她��识 欧小姐 跟花一场